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法南 今天我们说说中美关系问题 中美关系 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之下的中美博弈 这和我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意义上 一般意义上中美关系不一样 就俄罗斯战争打乌克兰打成这样 那中美之间博弈的内容是什么呀 接下来啊 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是不是我们首先要判定的是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 不是很多人经常说经济总量上来看 俄罗斯实际上不如我们的广东省的 是的 差不多 差不多 要说俄乌战争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 你单就你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打 你这个经济体量而言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 他们上 他们上 但是战争啊 他事实上又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呀 因为战争的真正作用点在于首先拖累了欧洲经济 不是直接的 直接影响当然谈不上 一个省你是对全世界影响那么大 但是呢 他拖累了欧洲经济 欧洲人自己形容说 我们这个手举着举着枪啊 我们给这个这个这个乌克兰地这个子弹啊 我们这边用手摁着伤口啊 因为咕嘟咕嘟的是我们欧洲在流血啊 欧洲确实就这么惊愤 你知道吗 这边自己受着伤 然后呢 这边举着枪 支持支持美国大哥跟这个俄罗斯过不去 这就是今天欧洲的情况 隔壁王大美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呢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被人卖了天数钱算什么 这边咕嘟咕嘟的血 烟红的血往外冒 摁着肚子 这边还在喊口号 你说欧洲现在多难受吧 这就是真实情况 所以呢 乌克兰战争打响了之后 他拖累了欧洲经济 而欧洲经济又在全世界的三角体系当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拿数字来说 去年年底的数据 美国GDP总量22.9万亿 占世界比重25% 中国是17.7万亿 比重是19.1 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打个包 整个加起来 你知道占多少吗 占20% 所以你看看 25 19点多 20 是吧 这就是世界大三角 世界这个经济的大三角 现在欧洲这个地方 捂着肚子在出血 欧洲经济间接影响全球经济 欧洲区域呢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洲作为三大板块 三足鼎立的一部分 现在欧洲就有点站不住 哎呀妈呀肚子疼 哎呀妈肚疼站不住 以前我们战略博弈的重要部分 那中国就是希望欧洲 希望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 能够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缓冲剂 美国只跟我们过不去 美国说我们的战略对手 中国跟你欧洲 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欧洲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啊 你干嘛非要在政策上跟他一样 所以默克尔拉玛在的时候 默克尔拉玛经常讲一句话说 在价值观上我们和美国 当然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欧洲有欧洲的利益 这句话重要 因此默克尔拉玛来中国多少次 你统计一下 一片腿就来了 一片腿就来了 抬呀抬呀抬呀 争啊 是我们关于到利益问题 我们争争 但是呢 总体上来说 欧洲在和中国的贸易过程当中是受益的 是受益的 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说啊那现在呢 你们家进来一个这个绑匪 进了一个绑匪 然后呢 决定这这传取 这这部企业这盘棋局走势的 是跟你做生意占了便宜的你的那个贸易伙伴呢 还是绑匪呢 他的意思是说绑匪来了 咱们全都打散了散 打散了算 也没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跟我们也是你中国 我中有你啊 贸易战 为什么现在美国劲儿没那么大了 就是因为他打完了之后 自个儿扛不住啊 对不对 美国中间商 那谁做的广告 中间商赚差价 现在的美国中间商 差价赚的少了 还有美国消费者转价位级 还有本来就涨价 你跟中国打贸易战 特朗普呢 瞎轮盲目拳折腾的结果 是自己也不利 因此在中美 这个欧洲 这个三角经济的这个博弈当中啊 欧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因此中国呢 有一条路线 就是我们争取的 希望呢 跟这个欧洲啊 我们建立一个战略缓冲 这个战略缓冲呢 是有利于中国的 也是有利于欧洲的 这三角当中 中国呢 是一个 啊 变动幅度最大的 这么一个因素 因为中国呢 去年增长 百分之八点一 今年一季度呢 百分之四点八 那中国呢 很有可能 即使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中国也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板块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而且这个趋势 非常之明显 直接导致的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重要性 记忆不凸显了 美国一看 我本来想弄死你 结果你还 你还长得越来越大 这属于蹬鼻子上脸啊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 啊 人大的这个刘延淳教授说 要考虑到俄乌事件当中 获得一些相应的筹码 寻求中美之间新的切记 什么意思 就是要回复传统贸易问题 和结构性问题 啊 那中国美国 你现在 你不管你怎么别扭 怎么政治上 你怎么恶毒化 你怎么歇子底里 拜咽脑墙 你总得跟我们做生意吧 中美博弈正好 就是个新阶段 这新阶段 有三个方面的东西 需要关注 第一个 就是清理和重启 清理重启 嗯 2020年1月签署了一个东西 叫中美贸易协定 还记得吧 第一阶段进行全面清理 全面清理 美国人说 你那个不好 那个不好 那个不好 美国人习惯了 他有小学老师 幼儿园老师 他纠正你每个动作 啊 他自己啊 失言 他自己那个耍 耍流氓无赖 他都不讲 他就指责你啊 美国哪个人当贸易代表 都是这一套 那现在好了 那不管你美国什么样 反正我们两国 得做一个清理 同时启动下一个阶段谈判呀 那在第一阶段清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中国在进口方面 执行的确实不是很好 那不 原因不赖我们的 主要原因 第一是想 是想 是受疫情影响 我们想进口 美国你供应链 无法满足呀 且不说我们要的东西 你不给 对吧 你美国说这不卖 那也不卖 那也不卖 那好不容易 那些东西可以卖 你自己供应链 你传过不来 这赖谁呀 对 赖你美国 那大国之间的博弈是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没有任何仁义可言 你带着好人啊 我有一个善良的愿望 你说这个没有用 啊 美国人那是冷酷无情的 没有任何仁义可言 所以呢 美国会利用这件事来挑起纷争 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进口执行的不好 啊 为什么 他不说自己的利 他在供应不上 你供应链出问题 他说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就扯皮了吗 好比此前 美国商务 美国国会都做了大量的测算 显示结果呢 说特朗普对华增售关税到85%以上的成本 居然是美国消费者承担的 这咱们老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都说皮他了 是不是 但是的的确确 这次是抱了一个大石头啊 砸痛了自己的脚砸残了 啊 足背脚趾头 大部脚趾头 二部脚趾头 三部脚趾头 全都砸伤了 啊 难道先生不知道 反正是抱大石头 你85%加的关税 最后都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了 你 你是 你是那玩选票的政治 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你选下去活该啊 对吧 美国很多议员 很多企业家代表都呼吁说 现在对华的关税该取消了 哎 但是你知道吗 美国人看中国人呢 他不完全是利益问题了 政治的套路和经济的套路不一致啊 美国最终公布对中国征收关税 豁免的多少项 三百多项 原来那既然你自己都砸疼了 你你你知错就改吧 不 原来咱们预计的500多项免免关税 现在呢执行就三百多项 比预计的568项要少很多 再接下来 那中美之间的贸易啊 如何第一阶段搁置的部分 还有结构性的矛盾 还有大量的变数这事的谈 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还有一招战略上 战略上 那要高度重视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特朗普对华的霸凌式的关税政策失败了 是不是 是真失败了 是真的啊 但这种想法呢 也不能失之简单化 刘元春教授说 大家知道拜登上台之后啊 美国对华战略有两个重要的基石 第一个基石就是民族外交 过去几年 拜登为形成所谓民族阵营 做了很多工作 只不过效果不太好 而且中国呢也做了大量对冲 比方说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就王文当院长的那个 重阳研究院公布了美国民主十大谬误 就等于说美国人脸上有黑的 我们说你这有个黑点 你这有个质 哎呦 你这个黑点够大的 哎呦 你这都长黑起来了 色素沉着 美国人非常恼火 是吧 美国民主十大谬误啊 哎 这就叫博弈啊 对不对 美国 还有一个基石 他过去呢 就就玩了一套 我们现在给动了他一下 啊 第二另外一个基石是什么呀 就是美国受疫情影响 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美国有一个供应链联盟 因为疫情影响 这供应链联盟呢 受的影 受影响比较大 但是如果疫情缓和了 现在美国疫情缓和情况很 很明显啊 美国供应链外交 很可能的就对我们产生冲击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道新的坎 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技术上 在技术上 美国对我们的遏制到了新高度 这美国对中国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遏制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具体清单会越来越多 美国 不是说指着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 这个系 那个系 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 都具体到这么具体的程度 所以美国 他点名骂的 制裁的那个公司 他那个清单 就是一个我们的工业进步 我们技术进步的光红网 现在我们必须这么看问题 但是你涉及面越来越广了 所以中美博弈接下来 这些议题都是非常难的 并且呢 会有新的冲突爆发 咱们现在呢 因为他是进攻的一方 我们都是防守的一方 就好比是你大门 你在那守着 他到底从哪个地方进球啊 我们是防守的这一块 但是边边角角 突然抽不冷子 软硬结实 吊打你 我们确实是比较被动 必须要承认这一条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中央的政策是要稳的 有人经常批评我 说司马南 你假装你什么都懂 我还不是 真不是假装什么都懂 我是确实什么东西都不懂 因为退球老头 他叨咕叨咕 他就是自己 我有点嘴欠 爱说 过去我说 老太太都不爱搭理 我现在有个自媒体 哎 你别说 我说了之后 还经常有人上来指导我 这说的不对 那说的不对 哎 关于中美的事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很少 知道吗 但是有个人叫刘元春 他知道的多 这个人谁啊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 王文他那个 中央这个研究院的 这个执行理事 这个刘元春 这个人厉害啊 怎么个厉害法 因为元春厉害 那我先问你 曹雪芹是谁 你知道吗 《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啊 金陵十二差之一 贾府四春之首 贾正和王夫人生的嫡长女 贾猪的 是是是是贾猪吧 贾猪的抛妹 贾猪的 贾猪的包妹 贾巴鱼的亲姐姐 也是第一个 由贾母亲自教导出来 长大的孩子 哇 那生的金贵啊 是吧 因为争议初一 生日够大的呀 去没有元春 这个人在贾府里边 那就牛大夫了 怎么个牛吧 最牛的不是说 大年初一生日 也不是贾母调教 而是人家嫁得好 知道吧 因为 当然也和教育有关了 叫做孝贤 闲孝才德 然后选入宫了 充任女史 在秦可卿死了之后呢 然后呢 在进了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上书来着 啊 家风 贤得飞 就是贾府里通称娘娘 人家当了娘娘 贾云 那就是贾元春 那是家族的荣耀 风飞之后 贾府一样 贾府突然间 一下子变成皇亲国戚了 牛吧 嗨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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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整个全家族的荣耀 整个家族富贵 兴旺到了极点 你元春就这么牛 对不起 我怕提了 元春这么扯了 刘元春 贾元春 完全两回事 所以红楼梦这个东西 你不能随便读 读了之后容易把什么事都跟 跟这个红楼梦扯起来 今天我们很多人用红楼梦来 搞 搞管理学 红楼梦搞办公室政治 红楼梦还有叠战学 红楼梦文化学 然后我们胡同有一个女的天天听红楼梦 听各种不同的人讲的版本的红楼梦 哪天咱把红楼梦的东西拿过来 然后用于解构今天的世界的一个什么三角关系啊 中国俄罗斯啊 这个美国 然后呢 中国这个美国什么欧盟经济关系 嗯 长话段说 这刘元春这个人厉害在什么地方 厉害在刘元春呢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 他是著名经济学家 他呢 经常被请到 给中国25个啊 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课 我话说到这儿 明白吗 讲课 比方说关于资本一般成长问题 关于现在呢 这种棋步要稳 我们现在新的行驶之下 我们遇到大坎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当下经济困境问题 刘元春同志做了讲解 接下来25个人做了讨论 明白吧 所以 嗯 那我们是不懂啊 我们现在就是学习刘元春教授的讲话 然后呢 大家讨论的 做节目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有人说我懂 我告诉你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司马南生的情况 我不懂 我不懂 这事呢 我向您请教 我向刘元春请教 我向甲元春请教 是吧 我向胡同老刘请教 我跟隔壁王南的讨论 有一点粗浅的认识 我们沟通一下 你看怎么样啊 所以中美博弈现在呢 不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打起来之后 这地方削弱了 而是呢 乌克兰战争打起来之后 又有一些新问题加起来 然后中美呢 这个 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 和其他的一系列的事情呢 纠缠在一起 所以百年未有之变局 加上的世纪瘟疫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大坎 在这个时候啊 要扩清全局 要保持定力 要 稳经济 保增长 保民生 保经业 保就业 做到哪一条都不容易 这期先说到这 下集我们接着聊 感谢收看 再见